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讨论 宋咒真的有用吗 这样一个问题 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想 也许佛教的经咒读诵 只会对人起到心理上的作用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用途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多种方法 一般说来 现代科学所崇尚的是科学实验的方法 也就是用双盲对比实验的形式 来检查一件事情 是否对另外一个事情 有因果性的影响 如果有朋友愿意做这样的实验 也可以去做 但是我们今天先从佛教法理的意义上 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本次节目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是我们讨论的基础 第二 我们要关注一个概念叫信 第三 我们以大悲心陀罗尼经 作为实例来讲述 宋持经咒的作用 最后做一个小广告 那么在佛教里面 有三种标准 可以作为说服人的方面 第一种叫做限量 也就是用事实来证明 第二种叫比量 就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 来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正确 第三被称之为圣言量 也就是圣人所说或经典所述 圣言量 在现代社会里面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相近的概念 可以与之 相匹配 一个是三法印 一个是四一 圣言量的另一个标准 是三法印和四一 所谓三法印 是佛法的最基本的原则 也就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四一指的是 依法不依人 依智不依识 依义不依语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在这里面 了意和不了意 指的都是佛教的经典 那么了意指的是 这个经典说的道理 是真实不虚的道理 而不了意呢 是说 一个经典 可能是为了 教化众生 而采取的方便说法 那么今天 我们作为例子 来讲述的 大悲心 陀佛罗尼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了意经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概念 叫做信 修行佛法 包括成就任何世俗的视野 都要依靠以下三个过程 也就是信 愿 行 这里面第一个就是信 在华原经上 佛说 信为道源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信的反面 信的反面就是疑惑 疑 是人的根本烦恼之一 也就是平时所说的贪嗔痴慢疑 里面的疑 那么 当我们相信了佛所说或经典所说的法理以后 还要有愿望去达成它 也就是说要有善法欲 这就是愿 是在你相信了相应的方法 并有达到目标的愿望之后 还需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去修行 作为一个实例 下面我们依据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圣言量 我们首先应当对经文所述 发起殊胜的信心 在认真阅读理解的基础上 踏踏实实地读诵修行 获取真实不虚的殊胜利益 《大悲心陀罗尼经》全名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经中给我们讲述了 颂持大悲心陀罗尼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大悲咒的各种好处 也就是所谓的殊胜利益 那么首先 经书告诉我们 颂持大悲神咒者 第一 所生之处 常逢善网 第二 常生善国 第三 常之好时 第四 常逢善友 第五 身根常得具足 第六 道心纯属 第七 不犯禁见 第八 所有眷属 恩义和顺 第九 资聚财时常得封祖 第十 恒得他人 恭敬福皆 第十一 所有财宝无他解夺 第十二 异欲所求 节膝衬随 第十三 龙天善神 恒常雍卫 第十四 所生之处 见佛文法 第十五 所闻正法 物甚深意 我们再来看 宋池大悲咒 不受十五种恶死 第一 不令其饥饿困苦死 第二 不为家进账出死 第三 不为愿家仇对死 第四 不为君阵相杀死 第五 不为豺狼恶受残害死 第六 不为毒蛇原邪所重死 第七 不为水火焚飘死 第八 不为毒药所重死 第九 不为孤独害死 第十 不为狂乱失念死 第十一 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 第十二 不为恶人厌媚死 第十三 不为邪神恶鬼得辩死 第十四 不为恶病缠身死 第十五 不为非愿自害死 那么这里面 第十四条就是 可以不得重病 也不会因为重病而死 第十五条是 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而自杀 现在我们再来看 宋持大悲心托罗尼的十大利益 第一 能得安乐 第二 除一切定 第三 延年易寿 第四 常得疯恼 第五 灭一切恶业重罪 第六 永离障难 第七 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 第八 远离一切诸部位 第九 成就一切诸善根 第十 灵命忠实 任何佛徒随愿得生 那么这里基本上涵盖了 我们人生所有的美好的愿望 下面我们再从经文里面摘录一些文具 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观世音菩萨复白佛言 世尊 若诸人天 宋持大悲张俱者 灵命忠实 十方诸佛 竭来授手 遇生何等佛土 随愿竭得往生 复白佛言 世尊 若诸众生 宋持大悲神咒 多三恶道者 我誓不成正觉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誓不成正觉 这样一个发誓的文具 因为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 就是成佛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成正觉 观世音菩萨在这里 以我誓不成正觉 来作为自己发誓的誓言 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 观世音菩萨 对大悲咒和大悲咒 所有的功德 它是有自己的 非常严肃的担当和保证的 因此有了这个誓言 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 来相信 这一部《大悲心图罗尼经》里面 对大悲咒的功德的各种描述 好继续 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做一个解释 特别要注意 这里面所说的是 于现在生中 有很多修行方法 所获得的利益 都是指在未来世才能够获得 而《大悲心图罗尼经》对于大悲咒的功德利益的描述 里面明确地说明 有大量的利益是在现在生中 而且是一切所求都可以过随 这是《大悲咒》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所求如愿是在现在生中完成 而不是在未来生中完成 好继续 一切实恶忤逆 谤人谤法 破斋破戒 破塔坏四 偷僧其物 乌尽犯行 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 惜劫灭尽 为出一世 宇宙生已者 乃至小罪轻业已不得灭 何况重罪 虽不即灭重罪 又能远坐菩提之音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对围除一世 宇宙生已者要特别关注 也就是说 我们宠《大悲咒》的时候 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坚实的信心 继续 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 一切患苦容身者 以此陀罗尼致之 无有不差 此大神咒 咒干枯树上的生枝颗花果 这句话要特别留意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树枝早已干枯 如果我们宋持大悲咒 咒此干枯树 可以让它重新开花结果 那么这样的利益和功德 是何等的殊胜 相比而言 一般人 活着的 众生 有各种各样的身心疾病 相比刚才所说的那个事情 要让这些身心疾病治愈或者康复 应该是更为简单和轻松的多 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读诵《大悲咒》的时候 这些朋友要常常的记起这句话 咒干枯树上的生枝颗花果 何况我现在的身心疾病一定也能治好 正如经文中所说 何况有情有实众生 身有病患 治之不差者 必无是处 总结到最后一句话 善男子 此托勒尼微神之力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叹莫能尽 关于 对经咒的诵词 是否有用 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实力 诵词大悲神咒 有什么用处 我们暂且讲解到这里 最后做一个小广告 本频道名为 互助祈福 本着正命自活的原则 为有缘网友提供有偿祈福读诵服务 下面是我们本频道的打赏链接 有需要此互助祈福服务的网友 请直接对上述 请直接对上述链接打赏 并留言 回向目标 也就是您的启愿 或者说就是您的愿望 例如某某父亲 某某先生速的康复 我在祈福念诵时 会在咒语的前后 加上类似下面的回向句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公子善根 会向某某父亲 某某先生速得康复 如果您对 个人隐私 比较在意的话 也可以 将其中的真实的姓名 换为其他的一种描述 比如说张三 可以换为张先生 或者Mr.张之类的 也可以在留言中说明 本频道会将读送的直播 发布到YouTube 功德主可随时观看 更多案例 可观看本频道的 互助祈福播放列表 好了 今天要给大家交流的 就这么多了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